前段时间割了很久没有更新节目 这次就来聊一部和鸽子有关的电影好了 这部《战歌快飞》是一部2003年制作的动画电影 咕咕了两年之后赶上了二战胜利60周年上映 这是一部儿童像的家庭喜剧 据说有迪士尼挂名参与制作 不过除了在海报封面上的Walt Disney字样以外 在电影里一点迪士尼的影子也看不到 故事发生在1944年二战时期的欧洲 战争是残酷的 就连参与其中的杏鸽也不例外 在德国猎鹰的围剿和拦截下 盟军的鸽子损失惨重 为了弥补杏鸽数量的不足 大英帝国的皇家空军决定从民间招募新鸽子 特别为此还拍摄了一段征兵宣传短片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明明是杏鸽征兵 怎么就拍成了三鸽阅兵 不过杏鸽的英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包括一只叫瓦里安的小鸽子 他也要当一只盟军的杏鸽 毫无令人惊讶的是 他的梦想得到了同类们的称赞 哈哈哈哈你就像一只鸟一样 笑什么笑蠢才你也是一只鸟 但是皇家空军的杏鸽队长 不认为瓦里安不能胜任 所以在鸽子酒吧里留下了一打征兵海报 不过海报上作为主角的杏鸽水银在战斗中被俘了 还被带到了诺曼迪海滩的堡垒里面 杏鸽的敌人是一只由蒂姆克里配音的胸贵猎鹰风塔恩和他的两个斗逼跟班 所以说这只胸贵猎鹰就是鸟中希特勒吗 但我真正好奇的是 为什么他穿着黑色的蛇靴皮带 后来瓦里安带着参军报国梦飞到了伦敦去报到 正好遇上一只脏兮兮的胖鸽子霸鸽 头上还总是有三只苍蝇像卫星一样绕圈飞 那老哥整天有手好闲和别的鸟赌活出老千 结果被人追债 所以假装也要参加信鸽部队跟着瓦里安一起去报到 蛤 鸽子原来是用翅膀上的前五根羽毛当手指 然而却用脚来签名 我还以为他会拔根羽毛来当笔用呢 结果罢哥弄巧成拙被强征入伍了 被带到了空军基地 和他们一同应征入伍的还有一对难兄难弟和一只贵族鸽子 依我看那只红鸽子父辈的故事应该更有意思 比如他们是怎么穿过嵌豪 铁丝网 机枪 毒气 传递情炮的 负责训练他们的长官 貌似就是传说中的蒙哥玛丽 他一出场就给其他鸽子们来了个下马威 先做五十个俯卧撑 然后一边用各种方式训练他们 一边告诉他们作为性格还不及格 但是在我看来任何能够单手作服我称的都是神仙 瓦里安还跟一只叫做维多利亚的护士鸽子一见钟情 后者还自带丘比特神剑 或者应该说是FFF团神剑 大姐你能不能先把针头里的空气挤出去 你想要哥们都死于气酸吗 我有点记不清了 鸽子的鼻孔不是在这里吗 视线切换到大西洋壁垒一头 德国应想到了一种残忍的酷刑 来逼迫被俘的鸽子招供 那就是约德尔唱法 我知道有个更好的方法 逼迫那只鸽子看一个小时的影流之主 他连丘吉尔屁股上有几粒马子都能告诉你 后来他们给俘虏注射了一针土针剂 然后就把水银变成了一个 和这部电影的调性完全一致的超级画闹 最后在他说了成敦的废话之后 终于一不小心说出 抵抗组织的成员和街头地点 就在猎鹰给他的笼丝盖上布的时候 有人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没关系 蒙巴顿也喜欢粉色 他还自己发明粉色伪装图在军舰上 效果拔群 后来鸽子军团的明星队长来到训练营 要求征召所有的新鸽子执行任务 一听到要打仗 霸哥瞬间就怂了 趁着夜间要逃出军营 然后霸哥就灰溜溜的飞走了 和他家永别了 直到所有的鸽子登上飞机准备出发的时候 又回来了 套路我都懂 但又是什么原因去使他回来的呢 电影没有解释 别问那么多了 反正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如果再较真的话 你们就赶不上新鲜出路的如法日常了 瓦利安他们坐着蓝开斯的轰炸机飞往德军占领的法国 结果飞机被高射炮击中坠毁 瓦利安他们跳伞逃生 但是明星队长的降落伞被卡出 貌似是和飞机一起坠毁了 这些菜鸽子们费了好半天时间 才在瓦利安的鼓下抖擞起精神 来到一座教堂 找到了负责街头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 老鼠 有您这位身材矮小的女性外来物种领导 解放法兰西指日可待 那么问题来了 法国抵抗组织要老鼠做什么呢 当然是用来在德国士兵面前 蹦蹦跳跳翻筋斗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效果应该和香烟 酒 狗叫 幽地气什么的差不多 后来老鼠带他们去了下一个街头地点 但是途中被猎鹰盯上 他们躲过追击来到一间阁楼里 拿到了关系到解放法国的重要情报 大哥为了证明自己的团队精神 自高奋勇地接受了传递情报的众人 老鼠们非常感动 还在临别前放了一段应景的背景音乐 难道电影这段想表达的是 醒醒阿宅 你的春梦结束了 梦境在崩塌 然而归途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和猎鹰搏斗的过程中 大哥为了救瓦里安 结果自己被抓走了 还被扔进了堡垒里的鹰老大面前 情报也被敌人截获 这只凶贵老鹰做了整部电影里最正确的一件事 那就是把大哥身边的苍蝇捏死了 他们又恶心又不好笑 不过好消息是明星队长回来了 他并没有死于空难 但是情报落入了德国人手中 该怎么办呢 明星队长侦查了一圈后 发现堡垒的所有门窗都被堵死 唯一能进去的地方就是大炮的炮管 只有身材瘦小的瓦里安才能钻进去 截获盟军情报的猎鹰兄贵 此时又在做什么呢 是不是赶紧报告给元首呢 并没有 因为这件事太着急 他把情报扔到一边 先去洗了个澡 而且因为这情报太重要了 他直接放进了盒子里 这个盒子不但没上锁 还没有人看着 另外我这才发现 整部电影里面的德国老鹰就只有三只 同时出去打仗的就只有两只 战容实在是太寒酸 简直就是1944年胖子戈林手下 德国空军的缩影 瓦里安飞到桌上找到了情报 结果发现自己的背囊落在了外面 所以只好把情报吞进肚里 现在就差解救霸哥和水银了 但是龙子的钥匙被英老大带进了浴室 瓦里安只好再去偷钥匙 结果还被隔着浴帘的英老大 误认为是自己的属下 还好英老大说的是英语 这才没让瓦里安马上露出马脚 否则如果他说 我就懵逼了 你想要什么 小黄鸭 反鳄鱼步枪 结果瓦里安被路过的猎鹰发现了 但是他及时弄到了钥匙 还打翻了弹药架 趁乱解救了队友 鸽子们在堡垒外面上礼会师 一起返回英国 猎鹰大怒 也在后面穷追不舍 鸽子军团在队长的带领下 组成三哥御兵方阵 铺向敌人 展开了激烈搏斗 但是还有英老大 在瓦里安背后穷追不舍 瓦里安横跨大海 越过高山 一路飞回了老家 英老大也切而不舍地追到了那里 甚至英的续航能力 简直比格国的亨克尔111轰炸机还强 希特勒怎么就没想过 训练一群老鹰 带着手榴弹去轰炸伦敦什么的呢 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 一枚只鹰爪 携带一枚手榴弹计算 一千只老鹰 便可携带两千枚手榴弹 英老大和瓦里安的追逐戏一直持续到家里 其他的鸟看到瓦里安有危险 趁着英老大的爪子嵌在木头里的时候 朝他身上扔鞋子 扔了一双之后 又开始发动嘴炮技能骂那老鹰 哇靠别停啊 怎么不继续扔啊 最后还得靠瓦里安的机智勇敢 他引诱英老大飞到了钩子上 被捆着吊起来 都怪他穿的哲学皮带要了他的老命 瓦里安总算飞回了空军基地 把情报吐出来交给了蒙哥玛丽长官 这上面写的什么看得清楚吗 有一点我倒是很清楚 那就是这些鸽子的伙食该改善一下了 当然不是 电影中说的是诺曼底 可我怎么记得盟军从一开始就是要在诺曼底登陆 而此后的跌爆工作都是在诱导德军把军队调往诺曼底以外的地方 不管了 总之瓦里安成为了英雄信哥 以盟军解放法国立了大功 所有人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 电影结束了 总的来说这部200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 无论从特效还是叙事方面来看都显得比较粗糙 或许是因为制作本片的工作室当时才刚刚成立不久 资金 技术 团队磨合的时间都比较匮乏 不过考虑到观众主要是小朋友群体 所以开心就好 节目最后给各位观众老爷留一个问题 鸽子肉到底怎么做菜比较好吃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